继续往下看 来这个 寒冰谈下上和峰会好了 这个上和峰会 这次有几大亮点 第一个中国 马上就当轮值主席 那这次的轮值主席 国是哈萨克 所以普丁去了 习近平也去了 那习近平在这里呢 还进行了国事访问 所以待会画面当中 大家会看到 哇哈萨克真的是 有没有 就是非常大阵仗的欢迎 当习近平 到这个哈萨克进来的时候 哈萨克还有战机去半飞嘛 那这次来的你看到 习近 普丁兰呢 在俄罗斯媒体已经公布了 因为大家都揣测 既然到了普丁跟习近平 一定会见面 那俄罗斯的媒体已经证实 俄罗斯卫星通讯报 说普丁不但会跟中国 就习近平见面 还会跟土耳其 蒙古 哈萨克 巴基斯坦 亚塞拜然的元首 还有伊朗副总统举行会谈 大家看到 特别是几个关键字 中一二 中一二加在一起 我不知道美国会怎么看 然后巴基斯坦 不知道印度会怎么看 不过这次印度没有来就对了 然后他的主题当然是 加强多边对话 寻求支持 那与会者总共计划签署 24份文件 所以华春莹又出动了 华春莹不得了 他连续发了19篇文 韩兵你怎么看19篇 其实很明显 就是这个文绝对不会是 华春莹自己发的 就是他的团队在发的 他下面一定 手下一定很多小编 对 那他的小编 大家团队的出力就是 接力的不断的把这些讯息 发出来 但这个次数也非常罕见 过去就算是中美 也不过四篇五篇差不多了 19篇 过去会这样发文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现在正在竞选 这人叫川普 但是不一样的概念 川普一天可以发二三十遍 但川普那个有的时候 真的是他自己发的 他突然之间想到什么 就发出了 那华春莹这个是有计划在发的 这个比较不一样 半夜发的是自己发的 是啊 睡不着 睡不着跟无聊 还是接到紧急命令 所以不能不发 那华春莹是 他这一套是很厉害 而且我觉得他这两年 帮大陆在外交上 打出一个新的感受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他未来有人揣测 他陆续可能会受到重用 甚至可能拍到欧盟去 也不一定 那当然这个是题外话 那上和峰会对大陆来讲 当然非常重要 因为大陆过去是不太参加 国际组织 那上和峰会是他自己 成立了一个国际组织 然后还召集了这么多国家来 那上和现在实力也慢慢 越来越强大 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占了 全世界GDP的20% 那人口也差不多占了 同样差不多20%左右 所以这些国家看起来 彼此之间合作越来越深 那甚至呢这里头 还有中俄以前 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对盘 可是俄罗斯也参加 那跟中国非常不对盘的 印度也参加 可是这次印度没来 那可是有趣的是 普丁接下来 他要去跟莫迪会面 莫迪要飞到莫斯科去 这个莫迪不去上和峰会 就派了个外长 但是一结束他就飞到莫斯科 所以我觉得莫迪也是在 做他自己的布局 那同样的普丁也在做自己的布局 你看普丁为什么 现在越来越大张旗鼓 去建这么多国家 其实我觉得他一方面 是在跟全世界宣示 我已经可以腾出手来 我开始在重新建立 对重新建立 那个俄罗斯的外交 然后突破美国的封锁 另外一方面在告诉大家 我是行有余力 我现在是可能用 用一只拇指头 在跟乌克兰玩 其他的事情 我在干别的事 所以你越是 普丁越是这样子 好像耗尘以霞 我觉得乌克兰会越头痛 但我问一个海边 稍微敏感一点点的问题 就是这个中亚本来认为 是俄国斯的势力范围 对不对 那在这个现场 现在大陆势力也进去 所以我不晓得 在这个峰会 当然这个中俄 现在是被靠背的关系 但是会不会还是双方 在这个事情上心里 有一些小疙瘩 其实本来 因为普丁才刚跟习近平会面过 本来有人认为说 上和在哈萨克 因为哈萨克 其实跟俄罗斯不太对盘 所以本来认为普丁可能不会去 但是普丁还是去了 所以这代表什么 第一个普丁可能 因为现在对中国大陆 有需要紧密结合的关系 所以他必须要给习近平一个面子 因为习近平亲自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普丁也是在积极争取这些国家 他跟这些国家可能进事前嫌 做一些更紧密的结合 那哈萨克呢 当然他这个时候开始 因为这一次习近平去跟哈萨克 受到哈萨克热烈的欢迎 他们接下来很可能会签一些进一步的合作计划 那他们之前的油管啊 这些都已经通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哈萨克的经济也因为中国大陆的进入而改善 所以这个看在俄罗斯眼里头当然不是很是滋味 可是问题是对俄罗斯来讲 他必须权衡轻重 因为他现在 哈萨克的问题对他来讲是小问题 他现在必须先倚靠中国大陆这边的帮助 打赢乌克兰这一仗 这一仗打完之后 他重新再重整之后 他才有办法再重新去考虑中亚的事情 不然过去中亚 俄罗斯是不会轻易让中国大陆把手伸进来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 对啊 这个形势比很强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习近平也看准了 就这个时候你不去更待何时 所以你要赶快紧密的结合 但是我相信习近平也会对普丁做出一些保证 就是你放心 我跟他们只是经贸方面的一些往来 我也不会真的 我还是会尊重你在中亚的一些相关权利 我跟韩兵哈拉一下 你没有觉得好像国运 世界的运在转 在存哈拉 我的意思说 你看上额封卫现在是中国轮值主席 金砖是俄罗斯轮值主席 然后欧盟是匈牙利轮值主席 你怎么看 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世界开始翻转到 对中俄相对有利 因为好像在转 对美国相对不利 而且美国是乌漏偏逢年夜雨 美国现在自己内部搞了一塌糊涂都搞不定 然后现在欧盟这边又开始整个往右倾 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世界的局势 开始慢慢天平开始倾斜了 如果美国自己内部的动乱 再没有办法赶快米平 而且赶快重新振作起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天平要再回复恐怕会越来越困难 对当轮值主席也可以做不少事 上次那个印度当轮值主席就硬生地把它弄凉掉 你记得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印度不去 说是说有行程 但是大家都懂 但是巴基斯坦去了 印度不去到时候会整个话语权都没了 当然因为他派了个外长去 他还是有人的 对还是有团队去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胶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盐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iru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赏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